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昨天晚上是零下39度 看看车里多少度 车里是零下35度 我拉近点 能看清吗 零下34还是35度 看看车能不能打 能不能打招呼 看见了吗 这个就是 那个变数杆 现在你一动 它里面都回的可慢了 要是天要暖和的话 它里面都可快了 说明它里面的油泥 都已经冻上了 看能不能打招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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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这有事呢 完了,打不着了 等到中午吧 中午那个天热了以后 炕再打打吧 走吧,走走走,干活去吧 我现在到我妈家了 我拿了一个电瓶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手拿式的电瓶 一会卡在我那个车上 等到中午呢 那个天暖和点时候 就拿它先把车给打着吧 大家看看了吗 在我家乡这个寒冷地区生活 有多遭罪 今天呢,我准备正式开业了 然后呢,一会儿呢 我买挖炮 去放挖炮 现在那个年也过完了 我还得继续该干活了 这两天呢,陆续呢 把所有的货呢 一点点的全部都收上来了 完了,一会儿呢 开业哈 然后一会儿就放炮去 会计呢 今天晚上就通了 完了,把大家这两天 在我后台下单子的货呢 也全部都发走 这个奶粉呢 是内蒙古的存羊奶粉 这个羊奶粉的配料表吧 它是非常的干净 它就一种 我拉近点看 看看这个羊奶粉的配料表 这个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 就是生羊乳 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生羊乳 保试期18个月 生产日期都是新日期的 这个呢,是内蒙古 呼尊贝尔的存羊奶粉 这个奶粉呢 这一袋呢,是800克 里面是32小包 一千喝一包呢 正好喝一个月 这个奶粉呢 里面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这个羊奶粉呢 它也是独立包装的 这个牛奶粉的配料呢 它跟那个羊奶粉是一样 就一种 就是生牛乳 完了,无则糖 配料只有生牛乳 完了,保试期呢 它也是18个月的 生产日期呢 这也是新日期的 这个呢,是花树绒 这个都是我家乡 采山贯人采的 这个花树绒吧 它就是降血脂血糖血压 泡水煮水喝的 它是长在白花树上的 啊,这大花树绒多好 这个是黄花菜 这个黄花菜呢 是野生黄花菜 它长在那个山上 我家乡那个山上 17公里那块 那个17公里 那个地方呢 叫先锋林场 先锋林场 有一面山坡上 长得全是黄花菜 看这黄花菜多好 一个是一个的 因为我妈都挑出来了 然后挑好了以后呢 装在袋里的 这个是野生木耳 这个野生木耳呢 一点碎都没有 因为我妈在家吧 过来有两面塞了 把渣的沫子全过滤出去了 把好累大家都游走了 看看 一点碎都没有 所以说很多朋友说 收到了以后 说一点点碎都没有 实际是我妈过塞了过的 把那个碎渣啥的 有朋友要都给他们了 这个蘑菇呢 是东北小金炖蘑菇 这个袋子吧 是我买的 因为这蘑菇吧 我是上老百姓家收上来 收上来以后呢 我拿这个袋子呢 给它装在袋子里 这一袋是一斤 因为之前吧 是拿这种方便袋装 这个蘑菇吧 它跟这个东西不一样 跟这个荒花菜啥的 你这个蘑菇 要是拿这个方便袋装 它越来越碎 拿这个袋子装 它不碎 看这蘑菇多好 一个是一个的 东北小金炖蘑菇 就用这个 给它抓一把出来 然后放在水里泡泡 把那个鸡放锅里炒一下 然后加水 把蘑菇往里 往里放就行了 我收完了蘑菇以后呢 我妈到家以后 还得再挑一遍 这个是大西岸岭沙上长的野生松仔银 这个都是鸡戒壳的 这个松盐呢 都是熟的 上面有个盖打开直接吃的 这个松盐呢 它是无盐的 都是原味的 这个是婆婆丁的根 那个婆婆丁的根 那个婆婆丁吧 它是两个名 那个名呢 它叫蒲公英 它的根 这是泡水煮水喝的 是清热解毒的 这个是狙击根 狙击根也是泡水煮水喝的 这是黄旗 黄旗呢 是补气补血的 这一袋全是没一剧 这都是我妈装的 你看看 刚刚经经的 把那个扎的沫子 也全过滤出去了 把好在大家全装走了 所有的货呢 都都在 所有的货 大家这么点啊 大家就是有想要这个野生木耳的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完了进入 要是找不着那个连接呢 就点击主页 然后点击店铺 在店铺里面 然后再找野生木耳 所有的这个产品呢 全在店铺里 要是实在是再找不着呢 就上抖音里面 搜索清泉大海 然后点击小房车 所有的山货 全在这小房车里 我现在开始干活了啊 一会上快递 就晚上去了 就晚上上快递 完了把所有货 大家全邮走 一会儿还得把车 把把把车那个 跌整着了 晚上还得拉我去 现在开始干活 我又回到车这块来了 大家看看啊 这太阳光晒的 看这个冰流了 冰都化了 这儿 把它一打开 看这门了吗 这底下 这全都化上冰了 看这全是冰 化了 化了以后呢 先把车给打着 应该是没啥大问题了 等一下就着了 终于着火了 这个地方太遭罪了 现在开始放炮 开业大吉放炮 我这也不会算几个时间 也不会算几个日子 就随便找个日子吧 炮已经放完了 炮已经放完了 今天是开业大吉 还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现在再干下一个活 现在去快计 给大家发货 外面都老冷了 看这风冷墨里上 冻了一层霜 我已经到快计了 现在开始往屋里抬货 一会儿大家发货 到家了 开始吃饭了 看我岳母 今天喝的酒是啥酒呢 今天喝的是这个酒 比如前几天给我一瓶 今天开业 开业庆喝一下子 准备把那一瓶就全喝了 这是送点桌的鱼 后面放到电视呢 茶一口这鱼 开业了 从明天开始呢 就开始忙了 再来一口 慢吃的鱼啊 鱼啊 这个都是鱼 那就是鱼啊 这鱼炖的还挺好吃呢 来个大虾 我说大虾就是 放点清水煮一下就行 就可好吃吧 来一大口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了 这个干台我又对对仗 这个呢就是我办公的 这就是我办公的地方 每天对仗的地方 完了就坐这个凳子上 完了然后呢干完活之后呢 就躺在这个沙发上睡睡觉了 就盖这个背 一会呢还得吃点药 前几天不是后脑勺 就始终 我这个后脑勺可沉了 好像始终就是背的一块铁似的 我有些时候还迷后 完了找了一个大夫看看 完了给开的药 还有点药丸子 嗯 先吃药先看看吧 完了有机会去呼伦贝尔 然后再 再检查一下 行 这个视频就到就到这了啊 我先睡觉了 所有的货呢 给大家全部都发走了 完了明天下午就更新物流了 好 明天再见